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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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走進店裡面 然後如同監視器畫面看到的 他其實大概就是滿久都沒有跟我互動 也沒有眼神對視 所以我大概 我總共他店面應該待了不到兩分半 那我當下並未如同店家所說惡意對待 對店員妹妹有口出惡言或是肢體衝突 針對消費糾紛我尊重每個人的不同立場 但對於他擅自違法張貼我的圖像 已經嚴重影響我跟朋友的私生活 我今後踏進咖啡廳餐廳都會有陰影 我當天晚上連遛狗都不敢出去 陳姓女客人於15日到台北某咖啡廳用餐 並在離開後在Google評論留下不平 想不到卻遭到店家肉搜 公開她與身邊朋友的個資 事後陳女提告也接受媒體訪問 坦言受影響晚上都不敢出門遛狗 而18日咖啡廳負責人終於發文道歉 並表示要將咖啡廳停業 三立新聞網也整理整起事件的時間軸 讓讀者了解 5月15日 女客離開店後留下不平 當天走進店裡面 然後如同監視器畫面看到的 她其實大概就是滿久都沒有跟我互動 也沒有眼神對視 所以我大概 我總共她店面應該待了不到兩分半 她大概一分半或到兩分鐘開始 才幫我點餐嘛 那這時候我就先放包包 然後去拿水 陳姓女客人在評論中表示 當時店裡沒有其他客人 她為了滿足店家低銷200的規定 打算點一杯140元的燕麥奶 及60元的棉花糖餅乾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看了菜單之後 跟她說我要一杯140塊的燕麥奶拿鐵 然後她就說我們店內低銷是200 我就說OK好 然後我就立刻看到有一個棉花糖餅乾是60元 我就說好那我就點這個60元棉花糖餅乾 她就說我們今天沒有這個 但陳女在進入咖啡廳前已吃過中餐 其他甜點都要200元起跳 且當天是獨自前往沒有其他人可以分食 我完全尊重店家可以叮叮低銷 且當下被告知我也立即想要做出達到低銷的消費 但店家當天並未提供此餐點 那身為消費者的我 也應該有選擇是否消費的權利 我覺得我轉身就走其實是最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她說好那不好意思 就是那我這邊不消費 然後我之後也不會進來了 這樣 那我當下並未如同店家所說惡意對待 對店員妹妹有口出惡言或是肢體衝突 我只是跟她表達 那我今天不消費以後也不會想要再來的意願 她在離開後與店家Google評論留下負評 其料負評一出 店家就在官方IG發出截圖 並又搜出該女子的個人臉書帳號 不僅指名道姓還將女子照片全都挖出 就連女子的親友也都被拿出來公審 店家將發生時的監視器畫面一一截圖 並主意用各種情緒性文字回應 甚至還直言Google那幾顆破心 打從開店我就沒在care 直接打臉自己發30幾篇公審女客人的恐怖行為 而店家突如其來的舉動 嚇壞看到消息的網友 16日此事開始在網上發酵 就連替成女說話的網友也被店家一一批評長相 5月16日 老闆被反肉搜 還將名字改與受害者同名 店家評論剩1.6顆星 網紅去得知此事看不下去 發文開罵把人家當犯人哦 氣氣氣氣氣成這樣有事嗎有夠噁心 並指出當天評論已被洗到僅剩1.6顆星 其他網友則紛紛其底店家 發現老闆不僅關閉標註 搜尋功能 更將名字改為女客人的名字 還一度盜用對方的照片 5月17日 陳女報案提告 同日咖啡廳再被爆 買網軍 有網友指出咖啡廳的IG不僅短時間 漲粉到5.7萬人 還被大量留言洗版 委託我們攻擊客人看不下去 還不付錢 再不付錢就報警 由於官方IG已所留言 因此網軍改在新聞媒體的IG刷整排留言 17日陳女向警方報案 並提出形式告訴主張店家使用公開IG張貼 陳女本人、親友、第三人的個人資料 以及當日造訪店家的截圖 並在現實動態中加注貶低 侮辱性言論 涉犯公然侮辱罪 加重誹謗罪 並嚴重侵害隱私權 肖像權及民喻權 並違請律師處理相關事物 要求店家需在3日內聯繫律師說明 否則就要依法追究刑事 民視法律責任 就如同大家看到的 就是她就開始瘋狂肉搜我 然後在她公開定家帳號上 未經我的同意 然後貼出我的照片 然後我學經歷 然後甚至還有我的好友閨蜜 都一起被波及這樣 那我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隨即在Google評論上 請她立即下架圖片 她也立刻在現動上 做出反擊說她絕對不會下架 甚至越貼越多嘛 那三十幾片的現動貼文 然後同時發表 大量對我不利的言論 把我的照片後製到文章上 以上這些都已經觸犯到 我跟朋友的個人隱私這樣 那針對消費糾紛 我尊重每個人有不同立場 但對於她擅自違法張貼我的圖像 已經嚴重影響我跟朋友的私生活 我今後踏進咖啡廳餐廳都會有陰影 我當天晚上連遛狗都不敢出去 然後也會懷疑 就是留下自己真實的心得言論 是不是錯了 對 我剛剛就是跟朋友先約咖啡廳的時候 進去我也是覺得有陰影 然後先看底下有多少 5月18日 店家發文道歉 但陳瑜表示未獲店家私下聯繫 18日一早就有網友發現 原先評價已低到僅存不到二星的店家 竟在短時間內又變回四星 評論也僅剩100多則 讓網友開酸真是駭客級的店家 不久後老闆似乎扛不住了 先是將IG留言關閉 名字改為留負評女客人的老闆臉書 也已經消失 也有自稱前員工的網友爆料 會發生這樣的事讓他感到不意外 這家店真的會給剛來的工讀生自己solo 我上班第四天他們就讓我自己獨立開班固店了 也慶幸自己已經沒在該家咖啡廳繼續任職了 留言區還有其他網友貼出與店家對話 老闆在訊息中回應該名網友 一定要教育大家如何當一個尊重店家的好客人 事件爆發後援定該咖啡廳Google Map 營業時間顯示周五19日重新開門迎客 但18日查看 店家以時間默默延到周日才開店 18日下午該咖啡廳負責人才正式回應 表示自己人在國外 當時尚未完全了解店內事情的經過 對於直接公開攻擊成女和她的親友 我做了非常錯誤的示範對不起 也因為這樣的行為為她的家人和朋友帶來很大困擾 各種謾罵我都會虛心接受 恳求社會大眾放過我的家人和朋友 同時咖啡廳負責人也表示咖啡廳將停止營業 也會深刻檢討自己的言行並負起所有法律責任 文莫更是強調再次說聲對不起我錯了 但網友仍不買單並質疑 你有放過那個女客人的家人和朋友嗎 而陳女則指出自己和律師 目前都未收到負責人任何私下聯繫 有關負責人在文中寫下 各種謾罵我都會虛心接受 恳求社會大眾放過我的家人和朋友等相關內容 她都不予置評 只要來自我牧場 並非窮小匙 最近,我會有吃過的 有關負責人 我們會有吃過的 就要吃過的 對面 其實,你會有吃過的 我們會知道 因為我們會有吃過的 最新鮮的多棒 我們會有吃過的 我們會有吃過的 超級甜的 每個人都會吃過 我會吃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